明星党今天严正否认 他们获得沙巴最大贩毒集团资金的指控 并抨击那是不负责任人士 意图破坏明星党声誉的政治诽谤 根据马新社 明星党总秘书罗雷多发文告强调 如果这种诽谤持续 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法律行动 对付任何将明星党与任何非法活动 或集团扯上关系或散播谣言的人士 罗雷多表示 明星党恭贺大马皇家警察 和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 成功联手倒破贩毒集团 同时希望当局彻查写办 并根据国家法律审判他们 昨天 全国副总警长阿玉汉召开记者会指出 当局逮捕了一名拥有拿多头衔的毒贩集团首脑 以及9名男子 这10人涉嫌是沙巴最大贩毒集团的成员 警方在公布这起案件后 WhatsApp流传的一则讯息指控 贩毒集团一名拥有拿多头衔的显办 与明星党的领袖有关联 甚至为明星党提供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